小伙策划了一档灵异节目 为了节目能红 带团队进入一间废弃了50多年 发生过多起灵异事件的精神病院拍摄 并让管理员大叔将自己锁在医院里住一宿 没想到这栋建筑不仅仅是闹鬼那么简单 他们发现自己被困在迷宫一样的诡异之地 有的只是无间的走廊 远一道道永远出不去的门 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今天带你们看一部 不作就不会死的恐怖片 影片的作死男主 是这位小伙 他正在制作一档名叫目的邂逅的真人秀节目 最新一期准备带小队前往一所精神病院 调查相关超自然现象 这次他们要进入的 是一栋六层的废弃精神病院 1895至1960年 这间医院曾住着超过八万名精神错乱的病人 据说1963年被关闭后 这里曾出现过幽灵 一个人单独行走时 有时会听到患者的笑声 男主准备今晚带上自己的团队 在医院里被反锁医休 用受影机记录下全过程 当地历史学家说 当时这所精神病院建造时 目的是为了缓解另一家医院的拥挤情况 当时精神疾病还没有被很好的认识 日流也处在摸索阶段 这种精神病院 条件极其简陋 病患们睡在地板上 时常没有毛毯或医务 院长是哈佛大学毕业的神经外科医生 他在这儿进行了大约140例人脑额叶实验手术 1948年 六名病人逃离自己的病房 在院长办公室杀了院长 病院大门上写着 死神在等你 好家伙够吓人的 管理员大叔为小队解开了门锁 这里是主楼的入口 家属可以在右面办理摊事手续 管理员大叔在这里干了八年了 在这里看过很多奇怪的事 晚上还能听到奇怪的声音 这时就一眼望不到边的走廊 即使在白天也这么黑 管理员大叔会在天黑前将这身窗户关好 他却每次都会在早晨自己打开 好像某人想到这里出去 技术员小马在这里标签了记号 一位病人在这间病房的墙上写满了英文 看来他真的病得不轻 据说一个年轻女病人 在这里洗澡时割蚊自杀 这些隧道和所有建筑连接在一起 几乎有一英里长 某天管理员大叔到这里时 感觉空气异常寒冷 有种被人凝视的感觉 这位大叔从1983年在这里工作过 当时听到了奇怪的噪音 还丢了很多工具 有次有个男孩要上楼 突然被一股力量推下去 磕上了膝盖 这小伙高中时经常来这玩 有次曾在走廊出口 看到一个身穿白色病服 剃光头的人 其实听了这么多恐怖的事 男主仍然并不相信这里闹鬼 只是为了吸引观众 才拍这些采访视频 还给这位园丁20美元 让他对着镜头骗人说 在那边曾见到过鬼 还找了了一位假大师 在镜头前装模作样的 说一些虎人的话 称这里聚集的成千上半个鬼魂 这演技真是没谁了 接下来 助理小马在之前标记过的那些 传言有灵魂出现的地方 分别安放了摄像机 包括走廊 浴缸 窗户 隧道 任何风吹草动 都会被录下来 还为我们展示了 丰富的探测设备 只有出现超自然现象 就能被捕捉到 一切就绪后 男主让管理员大叔 将整个团队锁了起来 明早六点再来打开 这种建筑 几乎就是一所监狱 所有窗户都被铁栏封死 大门被打开之前 根本无法离开 这倒是没有作家 半夜 小驴开始正式探索 这间被器用超50年的精神病院 这里是小伙曾看到 有光头患者游荡的走廊 萨莎用EVP对灵帖进行询问 却没收到任何回复 又来到会自动打开的窗户 用相机进行拍照 一代呈现后 能看到不同的东西 然后又来到写满英文的房间 浴缸等地方 仍是与灵体沟通 却一无所获 只有谢经负起的大师 还在装神弄鬼的声声 自己能感应到很多消极能量 正说着隧道里真的传来了声音 声援来自这扇门后 打开后 只有几只恶心的老鼠 几人回到大厅修整 却不认此时的窗户 也将自解开了 修整过后 几人继续向楼上探索 摄影师小黑 一个人到处闲逛 发现一只诡异的轮椅 这时儿子打了电话 说看到有奇怪的人在床边 小黑将摄影机放在地上 告诉儿子 世上根本没鬼 却没注意到 身后的轮椅自己动了 只有摄影师小黑走进一间浴室 浴室的门突然被关上了 他理所当然地认为 是小伙伴们搞的恶作剧 大妈这会儿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手上的探测仪器数值突然标升 他找来伙伴一同查看 这厚重的门根本吹不动 当时伙伴也根本没在身边 还让他们看了当时的摄像 男主看后十分兴奋 认为捕捉到了有趣的画面 并尝试进行通灵 片刻后 走廊里突然传了声音 看来这里的确有东西 几人来到声援房间 看到一个被掀翻的病床 男主坚信有人在恶告 刚才还言之凿得的表示 这里有脏东西的大师 也叫唤着要报警 真是讽刺 大沙城市使用EVP设外与灵体沟通 头发突然被一只 看不见的手薅了起来 给妹子吓得到处乱寸 哭着喊着要回家找妈妈 男主却坚持要继续拍摄 让萨莎到楼下休息 真是要红不要命 与大师反回来继续召唤灵体 没让灵体信心 用起一切方法出言挑衅 却再也得不到回应 于是他开始试着拍照 可惜他当时看不到照片 否则也一定会后悔的 几人开始往楼下反 却发现找不到来世的路了 男主呼叫楼下的小马 那边也毫无反应 几人走了好久才回到大厅 小马冲没听到对象机响 他们实在不想继续在这待着了 男主让小马去回收摄像机 在门口等着管理员来开门 小马只好独自去执行 这个恐怖的任务 又与哥哥绝对不会单独去 怎么也得拉一个人同去 小马看到了那扇开着的窗户 将他重新关上后 发现那边有什么东西 向那边走了过去 此时也就是凌晨五点多了 小马却一直没回来 对象机也失灵了 男主等不了了 带上萨莎与小黑上楼去找人 至今三脚架等设备散落一地 无论怎么喊都没人回应 三人只得兵分两路去找人 独自找人的小黑 心里也很猫 一边找人 一边大喊着给自己壮胆 让这条楼梯时 忽然被一股无形力量推下了楼 他再也不想在这鬼地方待去了 让男主给管理员大叔打电话过来开门 手机却没有信号 小黑是真气着了 推了一个病床去撞门 男主只得被迫帮忙 经过几次尝试 门被成功撞开了 眼睛的一幕却令他们绝望 这明明是入口 撞开后里边确实走了 这确实是入口的门 门市的阴门都一样 看来这是鬼打墙无益了 右边还有一道写的出口的门 俩人一起吹口 再次绝望 这根本不是神马剪辑出口 还是精神病院里 这铁虎来窗户也简实的很 根本弄不开 最恐怖的是 手机上显示 现在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 这里依然是晚上 莫非他们进入了另一个空间 几人也崩溃到了极点 绝望又无计可施的他们 只能坐在大厅休息 期待管理员大师的出现 此时已经在这里待了二十多小时了 不知过了多久 照明灯突然睡在地上 坏掉了 如今只剩手电筒与摄像机的光源了 看来是有东西故意在作怪 现在已经是晚八点 昨天带来的吃的 居然全部坏掉生了虫 小黑说 他之前在楼外拍摄时 曾看到屋顶有一扇逃生门 与其待在这里坐椅待毙 不如起事去寻找出口 几人再次踏上了探险之旅 上了几层楼后 终于出现了五点入口指示牌 转过去却没路了 圣边似乎被封死了 小黑气得骂娘不断 这时几人听到了小马的叫声 寻着声音却没找到他 一张弹簧虫突然腾空而起 到处乱撞 吓得他们拔腿就跑 又累又饿的几人 找到了一个地方轮班休息 醒来后发现萨莎的后背 被扩上了哈喽的英文 这时队长接地传来的小马的声音 几人找呀找 终于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一个人 转过头的却是一张恐怖的女鬼脸 几人吓得转身便跑 萨莎被直接吓哭 逃跑中 三人与大师失散 大师手脸没有任何照明设备 只能摸着墙瞎走 假大师很快得到了应有重罚 被鬼薅住脖子蹬到空中 人后又被一股神秘的痒丢出老远 躺在地上不知是死是活 再看男主三人 一觉醒来 竟然发现每人都被带上了 精神病人才会带的腕带 干坐着不是事 几人只能继续探索 而男主还在拍 萨莎让他别拍了 这是身后门里 突然伸出一只手去抓他 几人吓得继续逃 没想到跑了一会儿后 居然发现了失敗的小马 他身上还穿着病号服 一惊一乍的 说的话完全不周边 精神明显出了问题 也已经疯掉了 几人找了个地方继续休息 不知睡了多久 再次传来恐怖的声音 墙壁上冒出无数只手 几人吓得继续逃 最后躲到了浴缸后边 男主偷偷起身棺桥 浴缸里竟然装满了血 小马站在浴缸前 死盯着看 小黑过去找他 却被浴缸里的玩意儿扯了进去 几人将浴缸推倒 小黑竟然就这样无端消失了 几人继续前进 墙下的血手印 与身后传来的怪声令解人恐惧到了极点 这时他们发现了电梯 顺着电梯警斗 应该能下到隧道那层 男主独自去找工具撬门 拔下一根铁管转外回去 在屋顶突然看到一只恐怖的光头和尚 吓得他扭头就跑 终于撬开了电梯门 男主决定回去锁门 光头和尚怪弃的冲了过来 萨莎跑去与他一起关门 小马这边却自己也跳进了电梯 光头和尚消失后 两人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萨莎再次哭成狗 俩人终于再次来到隧道入口 管理员曾说过 这隧道和所有建筑物连通 或许能找到出口 可走了半天发现 还在同一个地方打转 萨莎开始大口吐血 如今男主已经彻底晕菜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了 俩人继续依靠着坐在地上休息 一阵迷雾扑过来后 萨莎也被带进屋里 不见了踪摇 如今只剩男主自己一人 手间的电池也快没电了 他也已经几乎疯掉了 对着镜头不停爆出口 醒来后找到一扇门 这里很像是实验室 墙上还贴着病人的照片 男主找了把武器防身 继续向里边探索 地上这浮阵 莫非是用来招魂的 果人旁边放着一本 看不懂的古书 准头看见了 正在做手术的院长鬼魂 院长的脸 变成鬼脸向男主扑来 目的气候 是一部拍摄于2011年的 伪记录形式恐怖片 豆瓣上一位网友说 这是我看过最恐怖 最牛车的恐怖电影 这条短评得到了最多的点赞 据说韩国著名恐怖片 昆池炎 就是从这部电影中 获取灵感后拍摄的 看完豆瓣评论后 远哥我吓得 没敢晚上一个人 看完这部电影 拉上媳妇 白天一起看完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期待越高失望越大 说实话 我觉得这部电影 并没有评论中那么恐怖 比较吓人的 是一开始出现的 那个背着声 然后转过脸的女鬼 其他都还好 之所以很多人觉得恐怖 是因为影片采用了 第一人称百记录形式拍摄 没有背景音乐 却更加显得恐怖 因为每一个微小动静 都会触动关注的神经 这种拍摄形式 身临其境代入感实在太强 面对这样一件 根本不了解的阴森之地 谁都不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恐怖的事情 会遇到什么恐怖的东西 再加上这部电影 几乎全片都采用夜市拍摄 大大增加了恐怖气氛 要说作死的电影 我也看的多了 如之前曾做过的 1408幻影胸肩 即冷门家座险恶 净化之时 男主都接近精神病院拍摄 本就是个疯狂的举动 最后如愿被辨封 成为封人院的一份子 这也在情理之中 只是和净化之时一样 没了钱 没了能红就拉上 所有小伙伴一起去冻死 这实在太不负责了 险恶也是 男主自己作死就算了 还拉上家人一起死 还是1408的男主好 虽然作死 但他没有拉上任何人一起死 好汉一人坐舌一人当 我的建议是 对于不了解的东西 一定要保持敬畏 我们即使不信 也不要随便去冒犯 你们说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动作小手 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宇哥 给我更多坚持的动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